大家好 这有这么一段文字啊 说以北京为例 1984年的中日友好医院和1988年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 都综合利用了无偿援助 技术合作 协力队等方式 北京地铁一号线东西延长的建设事业 建设里程11个站台 就11个车站吧 13公里 总利用日本贷款192亿日元 13号线也利用了日本提供的贷款 实际总投资892亿日元 ODA有偿贷款81.08亿日元 说他妈的有什么理由恨日本呀 是吧 好了 朋友们啊 这些地方我都熟啊 中日友好医院 我们有个街坊 我们有个街坊 他是建院的时候 筹备的时候就去了 他比现在的院长资格还老 哎 我想一想啊 他应该退休了 他应该有个六十三四岁 差不多这样子 应该退休有个三四年了 他一直在后勤上 在总务科吧 在设备科 他是资格非常那个早的 元老建院的元老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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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吧 前几年有一次我嫂子生病了 后来那个住院什么的 这是吧 这种大医院好医院都住不上 后来拖着他给安排进去了 还真是 这都有激动的 都是 不是严丝合缝 这都有富裕 都给这后门关系户留着呢 后来 哎 通过他 我嫂子就住院了 那会儿那个 那会儿那个 我还去看我嫂子什么的啊 还跟他聊过天 是吧 那会儿啊 哎 我得知 是吧 我也算有理有面 得知他的儿子快生孙子了 哎 儿媳妇 我还给拿点 这叫喜儿钱哈 打喜儿 打喜儿 给包个小红包 是吧 哎 反正有个面啊 有理有面 还有啊 原来跟我住同一个单元的 那那家是 亲哥仨 然后有一个姐们 四个孩子 那老大 老大的媳妇啊 就是也是 中日友好医院收费处的啊 收费员啊 还有我一个初中女同学 初中女同学上的护校 护士学校 可能就是牛街 牛街南口马路对过那个叫北京卫生学校 然后就分到了这个哪儿 分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现在不是现在吧 早就当护士长了 起码十几年前就当护士长了 啊 然后这个他还跟我们班一个男同学 是这个工商银行当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呢 还搞过对象 后来俩人掰了 就都找了别人结婚了啊 还有一个这个岁数大的 今年有七十多岁的吧 一个女同志啊 这个他也是一个科室的护士长 现在也都退休了 1975年 这个北越啊 这个用武力来并吞征服南越的时候 就是打进那个南越的首都西贡 现在叫胡志明市的时候 他作为中国政府派遣的医疗队 还跟着被个北越军队一直打进这个 这个这个胡志明市就是西贡啊 他跟我说过这段啊 然后他还让自己家的闺女认了一个干爹 这个干爹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就是康生的大秘叫李新 当时是汪东兴的副手 这个他们出卖了四人帮 就他们看四人帮不行了 然后就找华国锋 找这个叶剑英李先念 给他们建议说赶紧下手 因为四人帮也要对你们不客气啊 这样的话 反正就所谓吧 站在了正确的路线上 然后呢 出动的兵力也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些军官啊 之前好像江峰还是大宇 不是大宇还是文昭 他们说 说这个好像是江峰啊 说这个出动的是中央警卫团的士兵 那可不是士兵 当时是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实际上是一次小刑的军事政变啊 就这个 这个这个护士长 这个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新 让他女儿任干爹啊 还有这个这个护士长我见过 甘肃吧 是九泉 是家喻官啊 是是哪啊 是 我想想有一个敦煌吧 还是哪 反正甘肃西部某一个市的副市长到北京来 还给他送礼 送什么叫金戒指 啊 那边出金子 反正比北京这边便宜不少 啊 给他们家金戒指 都送 好吧 这个中日友好医院也是我的客户啊 这个中日友好医院下边的一些科室啊 包括这个什么像什么安真医院这原来都是我客户像这个北京医院 二龙路医院啊 复兴医院啊 和平礼医院 什么这个干家口医院第六医院东四复产医院 这个民航总医院 这个航航空工业总医院啊 这好多原来都买我东西啊 这个 中日友好医院也买过 有钱 有钱 还有安定医院治精神病的 还有他说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 那就应该是丰台 南三环外 脚门 马家铺 这个叫什么呀 叫这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还有康复研究中心下属的这个博爱医院 也曾经都是我的客户啊 那边还有一个供电局的一个电缆管理处啊 还有北京地铁一号线 北京地铁一号线 说建了11个站台 11个车站吧 一号 一号线 一号线 我想想 一号线 复兴门 复兴门再往东 那都算呀 一号线 是吧 但是当初一号线通车的时候 我印象中应该就到复兴门 西边是后来有有东阔的 什么天门东 天门西 西丹 是吧 什么这什么六部口之类的是吧 包括什么王府井 是吧 然后一直就东边一直到四汇 那是后来了 后来了 啊 那会应该就到这个复兴门 复兴门地铁站还是我的客户呢 复兴门地铁站 安定门地铁站 和平门地铁站 也都有几十个员工都买我东西 这个复兴门 然后往西 第一站应该是南里石路 然后应该是墓须地 墓须地过去应该是军博军事博物馆站 然后是公主坟站 然后是万寿路站 万寿路站过去应该是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啊 万寿路站过去是五科松 就是解放军总医院 301总医院五科松站 五科松那也有地铁的车辆段 五科松的车辆段啊 那有什么国家地震局啊 然后再往西应该是永定路站 永定路站再过去是玉泉路站 之后再过去应该是八宝山站 有没有一个鲁鼓站啊 我记不太清了啊 鲁鼓鲁鼓是八宝山南边啊 八宝山 然后再往西 是不是古城啊 然后有苹果园是吧 反正就大概大概啊 一号线我记得不是太清了 因为城西那一带 像这个沿着这个这个西长安街 往石井山这边 我去的比较少一点啊 还有十三号线 那我也我也应该感谢日本人吧 这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啊 我也曾经住在十三号线周边呀 十三号线就是从东志门到西志门 沿着北部的近郊啊 北边绕了一个圈 一个湖形 是吧 你看这西志门 然后往北有什么大中寺 那种批发市场是吧 然后然后奔回龙冠 啊奔那个清华大学 四道口 是吧 什么这个霍银 啊 龙泽站 回龙冠站 北原站 立水桥有没有啊 是吧 反正北原应该有 然后就奔望京 是吧 奔望京 奔这个这个 叫太阳宫 太阳宫之前叫韶耀居 然后什么光西门 是吧 有没有乡和园 这站呀 反正最后到东志门 好吧 同志们到站了 下车